结婚三年的儿媳被婆婆逼到想要自杀 坐月子期间更是被赶出家门流浪 可婆婆却根本不在乎她的死活 因为在她心底 儿子的前女友才是自己最完美的儿媳人选 我儿子的前女友别人家里是开工厂 搬到工厂 她在这里当老师在场上 我真的我好舍不当的 我真的我好想念她们 婆婆每晚对着儿子前女友的照片暗自流泪 甚至还想将前女友的照片挂在墙头上 以此来逼迫儿媳与儿子离婚 看到这样的婆婆 我感觉儿媳离产后抑郁就差那么几公分了 这位满脸嫌弃儿媳的婆婆的名字叫陈玉萍 因为儿媳的家庭贫困不已 她认为儿媳根本配不上自家的儿子 从儿子刚谈恋爱之际 她就开始百般阻挠 口中经常以门第之鉴讽刺儿媳的出身 可提到儿子前女友时 她立马又换上了一副嘴脸 媳妇的装扮都是很 很爱美的 我那媳妇很好 穿的都是那种欧洲 就是叫什么公主 爱人还很爱美的 我跟我儿子说的 我好想念那个媳妇 我现在经常打开手机 晚上看着看着就多累 原来前女友不仅外形条件好 性格也受长辈喜欢 而且对方父母是公司的董事长 从各方面来看 婆婆都认为 这位前女友才是自己真正的儿媳 但儿子邹帅面对母亲的阻挠 还是将心爱的女友张学慧 娶回了家 这可把婆婆给气坏了 那我儿子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老公就极力反对 因为这个是青梅猪 那包着鸡汤跟他送过去 我媳妇都 好好吃 谢谢妈妈 那个媳妇很好的 婆婆张口闭口称儿子前女友为儿媳 说的好像人家真的愿意成为你儿媳一样 这不就是异想天开吗 婆婆眼见事情已成定局 便把自己心中的怨气 撒在了儿媳张学慧身上 与儿子的前女友相比 儿媳只要在家里做任何事情 都会为婆婆骨头里挑刺百般刁难 甚至连儿媳坐月子期间 还要求她滚出自己的房子流落街头 婆婆能够做到如此狠心 我想她是缺少了一个像曹新柔一样的儿媳 难道她心里还在渴望前女友能够回心转意 嫁给自己优秀的儿子吗 婆婆为了能够进入到上层社会享福 她竟然将儿子前女友的照片挂在了儿子的床头 以此来逼迫儿子与儿媳离婚 因为在婆婆看来 儿子的前女友比儿媳有钱 两者一对比 简直就是一个天和一个地 她认为现在的家庭之所以会闹到水火不容的境地 就是因为儿子当初做了错误的选择 如果当初儿子选择了前女友 那么自己肯定会平步青云 随后调解员跟随婆婆 一路来到了儿媳张学慧的店铺里 可婆媳双方刚一见面就开始吵得面红耳赤 儿媳张学慧刚见到恶毒的婆婆之后 自己就控制不住的痛哭起来 她立马给丈夫打电话求助 希望丈夫赶到现场为自己撑腰 等到儿媳平复心情之后 她告诉调解员 自己在坐月子期间 经常会被婆婆无缘无故的辱骂 长时间以来的矛盾激化 最终与丈夫感情产生了裂痕 而这一切是离不开婆婆的所作所为 这个时候儿媳的嫂子秋风来到了现场 而秋风恰好是儿媳与儿子的媒人 此次前来正是为了调解婆媳关系 但婆婆却认为是秋风介绍的儿媳不够好 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这可把秋风给气坏了 恰巧儿子也来到了现场 儿媳见到婆婆不愿意离开这里 再也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她开始猛踹桌子 似乎在宣泄着心理的委屈 见此情形 调解员只好暂时先将他们婆媳俩分开 公公此时也来到了现场 但她并没有支持婆婆 反而和儿子一起指责她 为什么没事找事 而旁边商铺的老板也看不过去 纷纷为儿媳张雪慧仗义之言 邻居表示 张雪慧平时为人和善 很少会与周围人闹矛盾 儿媳此前就曾因为婆婆的缘故 与丈夫提议要离婚 只不过最后被丈夫拒绝了 婆婆认为自己在家里有主导权 任何事情都要询问自己的看法 但两代人的思想注定是有冲突的 儿媳不愿意受人摆布 最终与婆婆大吵了一下 造成了现在不可挽回的局面 婆婆忘不了儿子的富豪前女友 竟然在儿媳坐月子期间 将前女友照片挂在墙上 以此来逼迫儿子与儿媳离婚 最后竟差点导致儿媳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婆婆陈玉萍认为儿媳与儿子的婚姻 之所以走上了崩溃的边缘 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反而是因为亲家的缘故 随后婆婆向调解员展示了一段录音 录音中亲家对婆婆虐待儿媳的做法 感到非常的不满 并让婆婆跪下发誓 不要再对儿媳产生任何侮辱行为 可婆婆并没有同意 反而开始对儿媳变本加厉 是要将自己心中的不满 发泄在她的身上 调解员为了能够缓和婆媳之间的关系 便来到了儿媳的老家了解情况 可找了一圈 发现张家人似乎不在家 进此情形 公共决定打电话 向亲家表示歉意 其实公共是比较支持儿子与儿媳的婚事 亲家听闻之后 也是释放出善意的信号 希望双方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这让公共感到很是欣慰 可就在此时 婆婆看到公共打电话时 立马上前去拦了下来 婆婆不顾众人的劝阻 执意要去攻击自己的丈夫 她不敢相信 丈夫竟然要逼自己下跪向亲家道歉 全人不顾这件事情的货端 就是自己所引起的 最后等到婆婆情绪稳定之后 调解员再次开始调解双方的矛盾 一阵花束下来 把婆婆感动得痛哭流涕 似乎要把心中的委屈全部宣泄出来 最后儿媳父母告诉调解员 他们愿意给婆婆一家半年时间 解决家庭关系 作为婆婆 只要儿子成家之后 就应该选择放手 摆正自己的位置 但最重要的还是儿子这个角色 她必须扮演着婆媳之间沟通的桥梁 对此各位有什么评价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谢谢大家